我开始第十个年头的时候 我的演艺生涯一帆风水 演什么像什么 也得了无数的奖项 当我跟朋友合资生意的时候 结果才知道 原来在职场上 真的你生意一失败 真的没有在NG的 每天都过着惧怕的那种感觉 怕那些债主来追赞 我只能够想到 我要酗酒 我要麻醉我自己 不要想到我这些烦恼 那怎么喝怎么喝 烦恼一直在脑 那当晚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我在去泰国的路上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在机场 他说好好 我们会帮你祷告 那时候我只跟他说 你帮我祷告 现在最应急的就是钞票 你帮我祷告 看上帝能不能把照片从天上飘下来 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我只是跟他这么说 结果去到泰国那个晚上 我就接了一通电话 很紧急的电话 我就想找个地方 安静的地方 听这个电话 我就跑到一个角落 一个角落 我看到一个出口处 我就把门给打开了 乌漆麻黑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整个人就陷了下去 不过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把我一抱 给转过身 我就抓到了东西 我就在那边喊救命救命救命 原名是一生 听到我喊救命 就快步把我扶了上来 他问我 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说我门一打开 我整个人就掉下去了 他说怎么可能 这道门是锁住的 锁石还在我这里 你怎么开这道门 那我往下来看 哦 原来那个地方 是一个旋转的梯极 为了方便往下那些市医生 收了那些房间的那些杂物 他们把前面的两块板 踏板给切掉 所以刚才我出去的那一下 是踩空的 我就直接的这样卸下去 我往下一看杂物一大堆 破的瓶子啊 开过的罐头啊 不过当晚 是什么东西 把我这么一抓 给转过身 那个时候我每天睡觉 我胖得好像头猪一样 九十多公斤 不容易应付 但是我往身体一看 我没有收场到 也没有黑青到 也没有撞击到 什么东西 后来 我回到了旅店 我的电话又响 就是在我去泰国之前 我那个教友打电话给我说 他的朋友会帮我祷告 我听他那个电话 我正想骂他 就是因为想听你这通电话 差一点让我死掉掉 但是对方一鼓话传过来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没事吧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 好像他预知我发生事情似的 他说他们有一个小组 在新加坡有一个聚会 在聚会当中 有三名牧师籍的 不认识小弟 从来都没碰过面的 同个时间 把我的名字给他提上 他说李南兴现在本人不在新加坡 他在国外 他会遇到难 不过我们的上帝会保佑他 就是这么一股话传过来 我整个人就愣在那边 我没告诉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在那边 那么隔天我就回到新加坡 照样的 我要面对他财务上的问题 后来在我朋友的邀请之下 我就跟他去了他的那个交会 去到那边 我才发现到 哇 这么多人 我真的不想走进去 不过 我看着这群人 他们的眼光看我 跟其他的不一样的 他们看着我 只跟我一个微笑点个头 照样做他们的事情 完全去到了一个 可以说 蛮舒服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那个时候我接触到的这批人之后 我才慢慢的慢慢的 在他们的鼓励之下 认识了上帝 慢慢的慢慢的 在他们的祷告之下 恢复了自己所谓的信心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 男性 为什么你要把你生命中 这些不光彩的事给说出来 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 最潦倒的时候 跌到谷底的时候 是上帝轻轻够他的手 扶了我一把 我曾经是一个烟鬼 毒鬼 甚至是一个酒鬼 是上帝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把我这些不良的习惯给改造了 所以我今天还能够 活生生地在这里 赞美上帝 他对我的爱 对我的乖乖 对我的希望 对我的好 感谢上帝 以前我也是教神 我是赌神言非 听出来这波克牌都没问题 不过我惨败了 现在我只信靠一个神 就是我们的上帝 祂修复了我 把我之前所失去的都给赎回来 如果你们相信祂 无论在你们生活 大小事都可以向祂同书 祂一定有答案给你的 希望与你有约 2019年5月17日到19日 我们国家体育场不见不散